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來就是由邁醫師來給我們談他的氣功 邁醫師跟我有30年以上的認識 他的氣功是非常令人欽瞥的 他的治療在香港地區、港澳地區、新加坡地區 韓國地區、日本地區、台灣地區 都有很多的學員還有他的病患 跑到香港來請教他來治療 邁醫師在1992年的時候 就在香港辦了一場也是屬於自然療法的研討會 他可以說是一個國際的自然療法的專家 我們今天他有很多的寶貴的經驗 我們必須向他吸取他的經驗 現在就請你做精采的演講 謝謝你 感謝各位 我能夠今天在見你跟大家見面 也是非常有幸 我在香港推廣自然醫學 可以說有30多年 我本身是一個中醫師 本身是一個補上科的中醫 現在年級大了 我就慢慢地轉為內科 特別是腐科 小孩子我就特別喜歡 所以他現在慢慢地越來越多就是小孩子來找我 現在這樣子的工作對我來講 是工作量很輕 以前他跟人家服慰 比如那個脊椎 某一個關節 然後要把它服慰 這個對我來講 其實當時是完全沒問題 現在非常有問題 年級大了 所以現在這些工作都是年輕的中醫 來慢慢地把這個發揚光大 我盡量就在氣功跟內科來推廣 激人療法可以說是屬於一個世界性的 現在我們組織了一個激人醫學會 已經有11年的歷史 我自己組織的激人療能研究學會 已經是1984年在香港正式成立 到現在也30多年了 一下子時間就過得那麼快 那麼我也希望把中醫裡面的一些 有系統的好好的利用 放在我們的自然醫學方面 因為自然醫學包含的內容太多了 那麼最近我們也成立了 有關職助健康聯盟的香港總會 是剛剛在2017年3月31號那天成立的 那麼也在臺灣有陳秋龍會長 跟我們也可以說是 大家兄弟、姓輝一樣 我們剛在11月在上海 也開了一個大的 有大概有三、五百人的 大常練的一個學俗大會 那麼再來也希望更多的年輕醫師 參與當然跟我一樣大的更歡迎 因為你們應該會有一個經驗 那麼年紀大有年紀大的好 好像我在常一般來長看來看去 好像我最年長的 很年輕 基本上我是近年後的啦 近年後的人呢 基本上現在來說是年輕人嗎 還是吧 那麼我繼續努力啦 那麼今天主題呢 現在因為這裡沒有WiFi 我也沒有打算弄到電腦裡面 所以他剛才也出去 怎麼弄來弄去 到現在還沒辦法弄出來 所以他只能嘴巴跟大家匯報一下 那麼有關職柱 我們很多中醫的補上科的 或者他現在是專門針對職柱的 手法非常的多 但是那個都是依賴人家 你個人呢 你能不能夠幫自己呢 這一個是很重要 因為我在年輕的時候呢 因為我是一個運動員 所以呢 我的全身的骨頭 基本上所有的關節 每一個是好的 這個是我當年受的苦 你們大概也沒辦法猜想 當年我們比那個勞改 中國大陸說的勞改還更慘 所以呢 我所有的關節都受過傷 而且脊柱也斷過兩次 所以後來我為什麼要學古山科呢 就是因為很多醫院裡面的醫生 根本沒辦法幫我解決 我只有那個越來越差 越來越差 甚至呢 我躺了兩年 是躺了兩年 不能動 結果最後 為什麼還可以現在 三隔了三十多年之後 我還可以到這裡來呢 就是因為我學了氣功 氣功可以改變了我一生 我在我三十歲的時候 基本上我真的躺了兩年 從我疼痛 慢慢的一直發展 就是完全不能動 在醫院裡面怎麼檢查檢查 從那個年代時也動了七次的手術 到現在也動了九次 所有的手術 只有幫助我更慘 沒有一個好的結果 那麼我基本上可以說是不能走路 那麼為什麼還可以現在還可以站在你們面前呢 就是念氣功 八十年代後 八十年代後 一直開始在中國大陸 有關的氣功 推廣的非常的功 基本上是人人都學氣功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又好像淹沒了 現在很多人練太極傳 把太極傳作為一個養生的方法 我告訴大家 太極傳是我們的博士 是我們從小開始練的一種 國際跟人家打架的一個工法 絕對不是從理理壞壞 來鍛鍊身體的一種方法 所以我發現現在一直推廣太極傳的好像是搞錯了 特別是在香港 他們都推廣在哪裡呢 就是那些老人家 哎呀你今天這麼老了 去念念太極吧 一些都是長期有病的 哎呀你整天都病 你去念念太極吧 反正就是把老弱傳 推到太極傳這個領域裡面 錯誤的 很多老人家一百多教師 他們一二三四就已經站住了 前面有人的話可以跟著念 前面沒人的話就站住了 怎麼可以繼續念呢 有什麼好處都沒有 而且他們都把高級的來馬上念 沒有把基本功念好 所以現在很多天天上功的 練太極傳的都沒有很大的效果 所以我們總結了一個 就是把太極傳裡面的精華 把它總結上來才十八個招式 我們每天練它五分鐘到十五分鐘 基本上你的體質都會改變 氣功的重點就是針對每一個人 你想練就能練 從你身體的外面裡面 從你的精神 心靈都能夠鍛鍊 所以我一直都推廣 那麼要是我的那個法國能夠用出來的話 也許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斷練那個氣功 我們是把一個意念 放在我們的植柱裡面 植柱裡面一節一節的關節 我們要用意念把它活動 活動起來 然後我們的植柱兩旁的 我們的肌肉也跟著聯絡 那個精神 全部都可以帶動 全部都可以鍛鍊 我們有一個植柱是健康的 你這個人生也是健康的 要是你呢 要是已經找著這樣子來走路 或者是X腿啦 O型腿啦 你整個人的股價都出問題 你五臟六股的問題肯定也存在 那麼你建一個病的治一個病 那個是不行的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有機會 好好地練練氣功 不管是任何的工法 當然也有一些標榜就是打坐 年紀大的可以 年輕的還是要50% 50% 這樣子按比例 因為年輕的時候我們以動態為主 年紀大的時候我們需要安靜一點 所以一下子就練那個打坐的 或者傳承都是練動的都不對的 要動靜相結合 按年齡按病情來分配 這樣子才是一個好的一個工法 而且動靜都一定要練 否則也是偏了 所以今天這個時間太緊張了 他一直在練太極了 在我面前弄來弄去 所以機會留給下一位 我也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有機會多來香港 我們可以多點交流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